接著請王惠美委員發言 秘書長 我針對剛剛蔡委員的繼續再來追 剛剛我看你的答詢過程中 我只有一個感觸 現在的科技那麼發達 過去或者沒有電腦 沒有手機 你們這樣的回應應該勉強還可以趴過去 但是在這一波手機 電腦 新科技的一個推波助燃之下 有選舉的這些縣市政府的很多手法都已經在改變了 我們中央部會也有開始一些機關也開始在變了 我看看唯獨沒有變的大概就是司法院 你們還是抱持著過去非常傳統的一個步驟在做 第一個沒有意義的事情你們就少做 你看你們花了很多的功夫 去評鑑了下來 評鑑的結果還當參考用 要中央去賠啦 賠中央不要哭哭賠啦 賠完之後沒效啦 沒差就要去煮完啦 對不對 再來 在大院書面報告裡面 有說研你你們要包括法官法的部分修正條 那個條文要來修正啦 那要讓我們的評鑑更爭妥善 落實立法 那本席要來問你這個到底是要重寬還是要重言 因為現在外界一直質疑你這個法官法 現在變成法官權益保障法 這個部分請你回答好不好 法官法的修正有關於 特別是有關於法官評鑑的部分 因為實行的結果 那有各界都有很多的一個指教 那這一部分是我們想要再去修正 為什麼回收率13%多 你們是製品嘛 對不對 委員講的這是全面平和 那又是另外法官法的另外一個機制 那這個回收率這麼低 制度的制度面的問題 設計的問題啦 誰要去評 現在台灣人有一個心態 我怎麼要去做壞人 你要叫我去評比別人 多爛 哪天換誰不爽評比我 那我不是一樣慘 所以你們這個一開始的制度面設計 就有問題了嘛 這是第一點嘛 再來 已經有一定的案例 我看你們還是 無動於衷 之前你們高院的法官 誘導一個86歲的一個王先生 撤告 剝奪他向他兒子的訴請抚養權 最後在人評會上面 大家都同意喔 要交由司法院人評會去處職喔 結果最後是怎樣 書面 口頭高見 減少三分之一的年終獎金耶 只有這樣耶 那當事人的權益呢 誰去保障啊 沒有道理吧 你們這不叫官官相互叫什麼啊 不是嗎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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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啊 加級的部分啊 很努力加 你們法官不論是否擔任主管職務啊 全部都領所謂的主管加級啊 再加上啊 我們啊 最近的一個新法啊 1月6號的新法上路啊 哇 這個部分啊 更引起騷動啊 黃世民啊 本來啊 一個月退休啊 一次退 六百萬 依照新法 一次退 一千兩百七十萬 原本月退縫十萬塊 新法一改月退縫十七萬六啊 秘書長 你有沒有在上網路啊 有沒有看到網民罵的狀況怎麼樣啊 這個部分要不要來改啊 這一部分就是監領 原原指教的就是監領月退休的部分 這一部分那個已經 考試院已經做適度的一個修正了 你們就真的是自己擋自己的嘴巴啦 制度搞得這麼好 你看你們今年啊 3月2號到年底啊 有六十個司法官要計劃退休啊 預計今年有110個啊 佔我們全部的司法官總人數的3.3%要退休啊 一些有經驗的人啊 好的檢查 好的這個司法官人員啊 為了福利好啊 我先退啊 不然你們下一波的退休改革 不知道怎麼改啊 過去我們還不斷的制度啊 你做到65歲吧 我們就給你加成啊 到現在也不用啊 我30年60歲啊 我30年60歲啊 17萬多 我快啊 不然人工快拿走啊 還在這邊跟你們耗啊 制度設計就有問題了 這個部分可不可以回去再好好的檢討 可以嗎 這個退休的人員喔 委員講的那個人數喔 那個是 被你們圈退了 檢察官比較多一點喔 那至於我們在法官的部分喔 到今年的3月13日為止的話 已經申請退休的 承報的有37位 比往年大概是多20位左右 對啊 為什麼 制度太好了啦 要去檢討一下 好不好 再來我請教一下 我們過去詐騙集團的手法 往往是偽裝成警察檢察官啊 或者是購物平台啊 然後騙民眾的帳號出了問題 民眾就會了嘛 那最近啊有一個新的 現在有一個新的手法 就是跟法院申請真正的支付命令啊 那民眾呢 一般沒有這個概念啊 我們支付命令你20天內要提出異議嘛 好 然後呢 現在啊 我們原本支付命令只是希望說 讓我們有一些比較簡單的案件 能夠快速的來有一個結果 保障權益 那也減少法官的一個工作量嘛 對不對 可是現在呢 問題出來了 現在這個支付命令啊 變成詐騙集團的一個工具啊 你現在法院變成幫兇耶 那秘書長 你針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嗯 那個利用 詐騙集團 利用支付命令喔 作為詐騙的手段是 非常少數的 有沒有 有 有 但是很少 人家以前就說 寧可錯殺不能誤殺 那你現在有 我們怎麼改善 因為一年喔 支付命令喔 很多我知道 大概四十幾萬件 其中沒有意義的三十幾萬件 好 那你針對這個部分問題產生了 你有沒有什麼改善的一個方式 你有沒有什麼改善的一個方式 我畢竟啊 被某一個詐騙集團 以不明公司寄來的純正信函 他認為這個大概都是 都是詐騙的 也不理他 結果後來啊 取得支付命令 去學校跟他查封他的薪水 他才發現不對 你看喔 一個大學教授喔 就會被騙了 就會不知道法律程序 你看你們要怎麼宣導 你怎麼去保障這些 不了解法律的這些民眾呢 他接到法院的任何通知 上面都有一個電話 你可以有疑義的任何人 就打那個電話去問 一般人我就故意啦 我就不可能去犯法的東西 這種東西收到 他就因為說 這個一定詐騙的 沒要插他了 怎麼辦啊 而且呢 越來越多喔 後來這個教授啊 他如果 有沒有申訴的管道 我問你 院長 沒有秘書長 有沒有申訴的管道 他要怎麼申訴 我今天被詐騙集團 然後你們支付命令也來了 那要查封 查封我的 我的東西了 那我怎麼樣去 再去確保我的權利 還是我就要認罪 是要說 就算了 這以後 程序 我們法律程序怎麼樣 欸我 我法律沒你那麼保啊 來你 你教我一下 嗯 支付命令 你要一旦 確定了以後 那當然就是 你去提本案訴訟嗎 訴訟人家照片集團 不來 你法官怎麼判 告訴我 對啊 我去訴訟啊 我要請律師 花個十萬塊去請律師啊 我可能我詐騙集團 依照剛剛那個教授 五萬三啊 我是要給他五萬三 還是要花十萬再去請律師 這是第一點啊 好 我今天為了我的親遇 我怎麼可以這樣 我怎麼可以這樣 被人家這樣 好那我來去 我來去走訴訟啊 好啦 訴訟我去告啦 詐騙人員不出來啊 那請來問怎麼處理 不出來就依照辯論 他就贏啊 依照辯論就贏 對啊 是這樣嗎 對啊 本來就是這樣啊 就不了了是不是吧 另外一個人不出來的話 你怎麼判 怎麼判 他就可以申請依照辯論判決啊 申請依照辯論判決啊 對 那我看你這個 教育要多做一點耶 一般民眾 來再來再來 來來我再問你 每十萬 你這幾年啊 這幾年的 這個 就是 申訴有過的比率 你知道有多高嗎 申訴哪一部分 這五年來 申訴哪一部分 申訴哪一部分 申請再審的 平均的那個 廢棄率有多少你知道嗎 你有看過嗎 我要查一下這一部分 這個數據我要查一下 十萬分之五點三 也就是說 你一年四十萬件 三年多啦 才有五點三件啦 我們怎麼樣 我當然喔 你講的那段話 也引起非常多人的一個爭議 你說啊這個 為了這個三十萬件啦 然後這些是少數啦 然後呢 要改革呢 會讓大家忙得要死啊 我覺得你們這是官僚的一個想法 問題既然已經知道在那裡了 我們想方法 怎麼樣去解決 你不能說 那是少數民眾 那不了解這些程序的民眾 他就要死的喔 他就應該要死的 我們政府是這樣做的嗎 不對吧 我們應該用 把你們的 所謂的 再審機制 救濟管道 我們應該怎麼樣來 讓民眾能夠更簡單化 這個才對嘛 總是是少數被騙嘛 沒有錯啊 我們也不能為了少數影響到多數啊 但是少數的權力 我們怎麼去保障它 這也很重要啊 不是嗎 是 再審 我們研究一下 用什麼方式 讓這些民眾 能夠在再審的機制 能夠簡單 而不要叫他 你再審 我一定要再花請律師 我可能被騙的 只有五萬八萬 我再審 我再去請一個律師 我要十萬耶 那是我的錯嘛 所以民眾的心聲 我拜託 秘書長 聽進去好不好 這個也 好好的去研究一下 怎麼樣透過我們的 內部的程序 好好的把它解決好不好 以上